近日,中国联通正式发布公告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联通,全域委托长包,运营合作方招募逼选工作已经完成。 据了解,三家企业正式纳入云南联通全域委托长包运营合作范围,分别为加速亨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通与球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宁波亚景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彭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北京中电星发科技有限公司。 寻找合作方2018年10月28日,中国联通发布公告,云南联通正式被纳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双版行动名单。 是将混改进行到底的云南联通,以把神会化合作全盘启动,再次公开寻找合作方,同时强调合作方比利润为标的承包云南联通全省范围的全业务运营,云南联通的前期4G网络侧的业务运营承包颇至成效,先奔后混这种混改新模式,正以新火燎人之事,在云南联通全面铺开。 2018年11月28日,中国联通公司的公开招募云南联通城包运营合作方报名结果,将租亨通光电、厂飞光鲜、联想、彭博士等28家企业在列。 通过层层刷选,中国联通最终敲定了三家企业韩联合企,全日委托城包运营。 2018年12月26日,中国联通发布了云南联分公司全日委托城包运营参与币选企业公式。 据公告,这三家企业分别是江苏亨、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通玉球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 北京中电新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亚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彭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 这三家企业是从从30多家企业韩联合体中筛选而出,竞争之激烈。 入选企业有迹可识,此次入选的合作方将负责出资建设云南联通下属昆明等五个正式分公司的介入层, 网络以及全省创新业务平台,并以利润为标的承包云南联通全省范围的全业务运营,首期合作期为10年。 其中,入选企业中,亨通光电、华通玉球、中电新发,此前已经参聚了云南联通前期到贺感商报试点工作,此次合作建立在彼此熟悉的基础上。 据悉,为了提高运营效能,云南联通曾在下辖的亏损严重的周氏分公司, 验入北京中电新发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通玉球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至天城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明宁投资邦, 云南地圆联通和新员工共同出资,成立运营公司,明宁投资邦控股51%, 原联通员工入股15%至30%,并预留20%左右的股权,用于引进人才及员工激励。 云南联通对运营公司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授权运营公司, 在当地机产贷款、网络待见、网络待为、全业务待理, 并为运营公司提供到三角支撑服务,而华通玉球、横通光电、四前与云南。 联通签署了2018年社会化合作,并签订了中国联通移动业务社会化服务合作协议, 中电新发,此前也与云南联通签订了中国联通移动业务社会化服务合作协议, 建设内容为4G基站及配套传输网络,包括区间、楚雄、普尔、昭通四个州市。 宁波亚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彭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也和中国联, 通有着长期的夜晚来。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亚景科技原名云南亚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 2015年变更为宁波亚景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医疗卫生软件的开发及应用,归属软件信息和技术服务类。 彭博士电信传媒集团部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基于互联网电信增值服务业务的企业, 主要包括互联网专信接入、电子任务、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专网构建及运营, 以及网络安全监控、城市监控、产化分流等网络增值服务, 目前拥有近2万公里的城运光纤网,是全国最大民营宽带运营商。 其实,从今年10月,公开招募综合改革运营合作方,到近期公司最终合作方,云南联通可谓是省数, 但是也彰显中国联通获改的信心。 同时,此次合作双方的十年契约对于合作方来讲,可以借助云南联通的平台,更好地发展自己业务。 将获改工作纵深推荐联通称,自12月3日以来,中国联通预报名企业开展, 而集中录言,一对一会谈,通过与各方的会谈,交流和沟通,有三家企业含联合体, 向中国联通递交了参与逼选确认输,并向中国联通支付了逼选保证金, 现对参与逼选企业公司如下,排名部分先后, 加苏恒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 通欲求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 北京中电清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亚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彭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 中国联通对参与陆远会谈的所有企业表示感谢, 并将与上述三家企业开展比选洽谈。 中国联通自2016年启动混改试点, 2016年底,云南联通建筑联通混改契机, 创新性地提出了4G移动网络社会化合作投资模式, 即有第三方投资4G网络建设, 同时,承接网络维护和网络运营职能, 彻底拨点体制机制问题。 2017年以来,云南联通先后在宝山、 鹿江、鸿河、曲建、昭通、楚雄、福尔七个州市, 开展了社会化合作改革,改革效果明显。 2018年前十个月,云南联通社会化合作区域, 收入增长19.1%,利润改善20%, 陷入优与非合作区域。 这是云南联通探索实施影机建设, 承包运营员工改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践所取得的成果。 截至2018年10月,云南联通4G网络人口覆盖率, 从2016年末的30%,提升至65%,网络能力大幅度提升。 面向2019年,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小叔表示, 中国联通要紧专务之、人工智能、工业互内网和互联网发展基于期, 坚定不移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加快推进互联网化转型, 把货改工作向纵深推进。 推进阅读完通信产业报催量量往改进。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